和总统一起走入人群 周美清伸长了手 要跟后头的民众打招呼 却冷不防被民众拉近人群中 周美清紧皱眉头表情痛苦 随乎上前救驾 就怕夫人的腰伤再发作 民众太热情却苦了周美清 其实前一天跨年夜 周美清带领幽人神谷表演时 不太顺畅的动作 就感觉到他的腰伤恐怕又发作 抿着嘴用力敲 不知道是不是怕蜡拍 周美清眼神不断往旁边飘 只是马步一蹲六分钟 夫人受过伤的腰 真的很难受得了 跟穿丁字库的小朋友拥抱 跟舞台上表演的人爱得抱抱 虽然没有过去的90度大鞠躬 但周美清超亲切的肢体语言 让他不必开口 就帮马总统拉抬不少声势 哇 大家看刚刚周美清一脸痛苦的样子 因为被拉伤 他的腰 过去因为小朋友看到他很兴奋 冲过来猛抱他 结果腰椎就受伤 那今天那个三种也有讲话说 就是以他这个年龄要很小心 那他周美清后来也没有 就是今天没有来回诊 那他们很担心 但是我觉得 就是说其实国人都希望周美清 就是要伤赶快好 我们新进场的来宾是邱毅伟 好久不见 对啊 其实邱毅伟他现在在地方跑行程非常辛苦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周美清 他 国民党在前一阵子有人在问说 那周美清什么时候开始浮选啊 国民党那时候讲说 大概选前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不就是今天 就差不多嘛 14号今天是1号嘛 那所以这个可以算不算 因为这是周美清今天参加孙祺典礼 然后就很多民众非常热情 那原来主办单位希望他站马航九旁边 他这站比较稍后 那马航九总统他有一些国庆的致辞 或者一些贺税的一些吉祥话 那你可以看到 周美清在民众非常热情的拉手 他是很痛苦 后来他怎么样才脸上才转开心 有个民众抱着一条狗说 你抱抱我的狗 我的狗会很高兴 他就抱着他 大家都很高兴 他那时候才高兴起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的风格就是平易近人创下 其实基本上周美清 他真的那个 他的肌肉或他的脊椎 从那两年多前泰国小到现在为止 不是太好 所以真的不要太勉强 大家体恤他一下 难得台湾 在这个受尽了这个政治 能够荼毒之后 有这么一个 虽然在政治场域 这非常不政治的周美清 我真的觉得说 希望大家保护他一下 爱护他一下 不过现在的选举到最后两周 最后两周 其实周美清出来的时候 是一个对于已经支持马英九 但是还没有下定决心的人来讲 他是一个最好的 能够促死票票到贵的 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 所以我是觉得 但是他的个性里面 周美清之所以在台湾这个社会 可以比他的老公身王高两倍以上 就是因为他不这么政治 所以我也希望国民党的立委们 尊重他 让周美清用他自己的方法 去帮马英九辅选 帮国民党辅选 而不要把他变成像 我们看到的那些 大家少受不了的一些政客夫人 是 不过我看周美清女士的风格 他其实不会多讲太多 他就是出来用他的行动跟笑容 还有跟民众来互动 不过我们确实看到 今天在这个报纸上已经写出来 这个元旦之后 他的辅选的活动正式起报 其实不只是帮马英九 也被透露说 他可能会跟一些立委的候选人 一起扫街 所以我不晓得 这个周委员 你得到的讯息是怎么样 当然啦 就是说周美清很受欢迎 而且我们知道选举行销 行销跟选举其实是一样的 他就是从知道了解喜爱到行动 那现在国民党的 不管是立委或总统的选举 都是在喜爱 但是还缺乏行动的这个关卡 周美清是在从喜爱推动到行动 使得票票入贵 使得化为选票 喜爱化为选票 非常有效的 非常有效的一个 不能叫秘密武器 我可以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 但是周美清受人喜欢的 是因为他自然 如果说你很刻意的去安排 那周美清的魅力可能就减损 不过我这里 当然我们都会希望周美清 能够到我们的场子里来了 那不过周美清既然身上有旧伤 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他毕竟没有太多选举的经验 一旦有旧伤的人就像我现在 脚上有伤在身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危险 因为当选民对于热情 热情他不是恶意的 他热情叫拉力 热情叫拉力 如果从远处拉力 你要跟他握手的时候 你就很可能被他拖动 一拖动的话你有旧伤 旧伤会复发 那像我这种有伤在身的人 那更危险的 一拉拉入个坑 那马上这个伤口 伤又严重了 所以我是建议说周美清 既然有所谓的腰伤 在救急 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周美清他这一次在 呼吸里面 其实很多人很早就记忆 很高的期待 我有听过很多国民党的立委说 不赶快来 但是我相信他可能盘算里面 没有说他还要再去服选立委了 他可能想说我最后会出来 我老公再嫌弃我出来帮他一下 但他到选择场子他也不会去讲 很多立委期待他去 他也不会去喊 喊他在选择的话 手一动转一下下 他大概也不太会喊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很多期待里面 这一次就这两天 密集看到周美清 参加周晚的倒数计时 今天的升旗 然后接下来 他的行动会比较多 也不是 因为他过去其实就一直这样 只是媒体没有这样密集报导 那现在结局说 在整个险站里面 有周美清这一个人 大家报道起来在新闻里面 感觉上比较清新 比较不像嫌疾 我觉得今天他会受伤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说明了他的一个诚恳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其实你仔细去观察候选人 因为我们看候选人握手看太多了 他们的握手其实都是很保护自己的握手方式 就是你知道范围一定是在这样的范围 手微微弯然后握得到的地方 那这一次周美清他为什么会被脸上很痛苦的表情 是他自己主动伸长了 因为他远处看到有人 他觉得远处的人他也想要握他一下 所以他把手给伸长 其实这是危险动作 那我觉得这就是有一点点不顾自己的一个 那当然民众是非常的热情 我觉得是凸显出来他的诚恳 就是他的弯腰90度跟他的伸长手 其实都是他一种诚恳 那这种诚恳 是他回应选民热情的一种方式 虽然让自己其实有一点危险 那网络亚邱委员 您是这个从政的这个政治人物 有没有比较安全的握手方式 真的有真握跟假握的差别有吗 当然有 因为如果是假握的话 选民马上感受出来 什么叫假握 假握就是说我手只是倾瓶点水 我倾瓶点水叫假握 或者是说我远处的 我看到远处的我不握 然后我就揹揹手 这个就假的 那身侧太远的话就很累的那种 对 但雪原会喜欢你这个样子 当你稍微还有一点跳起来 你裸脚伤 我还稍微有一点跳起来 很远的要去手伸出去的时候 他就感受到你的热情 他就跟着你一起热情 像你看到他骑摩托车 他看到你 他揹手 那你就要揹一揹 我冲过去跟你握手 他车就停下来了 他车停下来之后 你掰着脚 一掰一掰的冲到马路上去跟他握手 他就非常的兴奋 那么像我的情况就很多这种情况 好 所以官方我们现在听到 这个邱伟员自己讲 你们知道碰到真正的握 真握是什么 假握是什么 民众其实心里头都知道 都很清楚 都感受得很深 所以是基本上 还看眼神 还看眼神 以前有些刚开始折手 我握着手 他很担心 所以我在 我手握那个江教授 我眼睛看着凤星 我让他看着邱伟员 他就知道不是假的 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诚恳 是可以被看出来的 我们接听您的意见 苗里的刘先生 刘先生您好 请说 刘先生 喂 你好 好 谢谢你的意见 来新竹的方先生 方先生您好 请说 好 谢谢您的意见 新北市的卢小姐 卢小姐您好 请说 卢小姐 喂 你好 大家好 我很感激你们 继续的努力 加油 替中华民国加油 宇昌岸我觉得应该继续打 以其人之道以至其人 我常常觉得 这个宇昌岸后面 可能还有更大的阴谋 是不是民进党 在利用国家机器搬钱 我觉得邱毅加油 是不是可以往这个方向想一想 好 谢谢您的意见 余英灵的黄先生在线上 黄先生您好 请说 我刚刚看到你们的标题 说是真卧还是假卧 还有凤星好像刚才讲说 握手的事情 我觉得实在是匪夷所事 这个全国性的争论节目 你在讲说握手的事情 难道没有其他事情 而且是夫人不是总统 我觉得这 你们国民党不讲政见 现在讲说握手 这是村长在做的事情 这是村里干事在做的事情 你们是选总统还是选村长 我觉得太匪夷所事 哪有这种事情 哪有在整个总统大型的时候 在讨论村长 在讨论夫人 我们让你讲完 基本上呢 这个事情呢 我们刚特别谈到 是政治人物的诚恳的问题 如果你只结了这一段的话 你当然觉得说 握手没什么好谈 可如果你有全部看到的话 我们是从这个部分来解验 一个政治人物的真诚与否 不感谢您这样子 给我们的意见 我们让你讲完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其他的问题 是该急了 我想刚才那位观众 可能很着急 我不知道还急什么 但是我们来看到 很多人心中有不同的焦虑 因为再过13天要投票了 急什么呢 由于民调跟挺率的选票 有落差 一般认为蓝营 如果没有拉开到一定的差距 选情就危险了 现在说音如此接近 对马英九造成极大的威胁 支持蔡英文的 大概已经铁了心 而马英九要争取的是 尚未表态 还在犹豫的那些票 看看选情 是真的该着急了 优花兄 事实上 事实上 民进党是不太喜欢周美清出来 服选 是 为什么 因为周美清 他能够影响的 大概已经是中间选 因为基本盘 在固定的情况之下 现在就是决定胜负的是中间选 那周美清只要出来的话 各位或许不太了解 他最近几年做了哪一些事 像好比说 中南部 尤其八八风灾以后 周美清去灾区多少次 因为我的朋友 是做那个慈善方面的 就是逢那个布娃娃的 都是 都是周美清 他都会电话跟他们联络 联络以后布娃娃 怎么样送到灾区 我跟你讲 这种灾区通通不在平地 都是非常区区的 从六规山上 到那个山上 那些像好比说 有一些育儿院 有一些小学 还有一些所谓的 他们营养午餐没有的 他都是透过这种方式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各位晓不晓得 周美清是不能举90度功 他也不能握手 因为他的疗程 我们判断应该是 骨质疏松症 骨质疏松症 所以他在这一方面 他表现的越卖力的话 他越能影响中间选民 我还是要请凤欣刚回应一下 我们刚刚那位朋友 很气愤的说 好像我们不应该讨论 这样的问题 但事实上我们在想说 政治人物包括他的配偶 都是来被解释的 其中一段 就像红昏珠女士 的种种作为 对这个苏家全先生 当然会有影响 所以我要请凤欣来 我就觉得很好笑 我觉得其实我们常讲 媒体断章取义 我觉得没有见识的人 断章取义是会更糟糕的 其实你知道 在一个大选里头 他有国家前途的议题 他有属于内政政策的一些议题 但他有属于 人格特质的议题 属于国家前途的问题 我们没有少谈 属于政策的问题 我们也没有少谈 那么可是属于 人格特质的部分 今天为什么要谈 周美清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把他拉高说 我不是要谈他腰伤 我也不是要谈他手伤 我要谈的是 为什么周美清 他的声望会这么高 因为他在每一件事情 表现他的诚恳 不管是他像选民败票 他要用诚恳的方式 他在做总统夫人 他觉得我要做公益 他用诚恳的方式 所以你会因为 他的诚恳的态度 而感动 而觉得说 这个人应该要拥有 这么高的一个声望 我只是说 你今天这件事情凸显出来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声望 因为那是在反映 他内心的一个诚恳 可是我今天回过头来讲 我必须坦白讲 其实我们看热闹 看门道 周美清 其实早就开始浮选 我不要讲 过去这三年多 他所累积的声望 其实就是一种 最大的浮选 其实你执政者 最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交出来的成绩单 就是最好的浮选 那周美清 就是用这种方式 其实前一阵子 我相信他也有点点急 因为你会发现 他最近常跑夜市 那过去 媒体不会知道 他在哪里的 可是最近媒体知道了 而且我其实特别注意到 过去他身边 不会有一些地方政治人物 虽然大家都很低调 但因为我们认得 所以你知道 有一些地方政治人物 陪同他 去这一些夜市 就凸显出来 我觉得他也急了 那对周美清来讲 他浮选最好的方式 就是很诚恳的告诉大家 他的先生 对这个国家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如果他相信 而且他也说服了人民 就是最好的一个浮选了 对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周美清 因为腰伤 其实你看媒体也是做头发 就是说他其实大家都很关心 就是说关心 然后看到他那时候 突然被拉过去 那个一脸痛苦的表情 但是选一个总统 老实讲 就是说 他的家人 当然也是被检验的 你看阿扁过去整个 他整个家族的 哪一个人 整个家族大家一起 一起来 做贪污洗钱这些事情 对不对 包括女婿都已经 都被高度的检视 这个是一定 何况是总统的无人 所以 你看一个总统 他的人格跟他周遭的家人 这是义务 这是 这都要被检视的 然后他的团队 这些团队将来在 他如果当起来以后 在他的政府里面 一定是有角色的 有的人说 我不棘什么样 他一定有角色 一定有角色 所以他的团队很重要 蔡英文的团队旁边 那些是什么人 邱逸人 无奈人 这些都是 都是让大家 不忍足堵的人 平良心讲 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 你要检视 要用这个角度来看 江老师 我们说孙总统 我同意国同朋友刚才说的 第一点说 头前是对 不说对 孙总统 听起源国家正确的方向 但是没记忆 不能没记忆 关其性 周美清 他会让人感到的感动 就是他丁真 我们同意说丁真 做大部分就是说丁真 手也是同样 手我记得 变成第一次 市场的时候 我跟他大家教一下 我穿上去跟他手 他穿两点水 还是全部 你看他手 他头前这四層 要给你摸一下 这准两点水 没有 小偶上年轻 但是他手很软的 很绵的 那时候说阿姨也很认真 不然他比较不太认真 但头前很认真 不 目前很认真 那是后边 头前很认真 我们坦白说 周美清坦白说 让人觉得说 他也是公益 当蔡英文在讲公益的时候 那个 利益连辞的义 周美清做的是公共利益的义 都是公益 但是同样 不同事 川普说公益没有打动人意 至少对我来讲 就是说你只说了你没做 周美清是说得到做得到 他的公益就是说他不政治 不干政 做一个第一夫人应该做的事情 关心小朋友 在弱势团体当中 在最弱势的地方 为民众发急弱音 想睡觉 想应该有人公益的地方 他去做 你说算不算服选 我觉得 你可以说服选 也不能说服选 但是他们来讲 总统就不是一种信用卡 公益要有信用 周美清是付卡 那是付卡的一些价值 比赠卡高两三倍 选后马总统自己要检讨一下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现在刚才看来说 周美清就是丁斤 他手上有没有什么主板 他有对照族 他以前有一个人对照族 所以大家感觉这个人会疼心 疼入心 如果他这样去投马上去 譬如我觉得理所当然 虽然我们也能叫他 千千五十 朋友八十 都出来到服选 两朋友就千变千 我感觉民众就看 多一方面比较诚恳 我最后说一句话 其实 孙总统不像民众跟政治人物 在结婚一样 不是一对一而已 那是两家人在对两家人 所以你看他后面站着什么人 绝对影响 人家要不要投给他这张票 这的人不是参串文 参串文后面这人 未来要执政你借我 马上就后面这人 要出来执政你借我 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公允的想法 想清楚了 那就投票给他 好所以我们刚刚看了 如果说大家觉得 好像只有要检视这个 总统候选人的话 那当然是必然的最先的排序 可是我还是要讲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 所谓的第一夫人 在民营党那边 就是洪恒竹女士的话 为什么她最近都不出来了 因为她的事情太多了 民营党就是评估 她会影响到一些视听观瞻 对于苏家全跟蔡英慧会有影响 所以我还要回问这位观众朋友 您觉得总统候选人 或是副总候选人的家人 对选民的投票意向 有没有影响 该不该解释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